市大運選手村的基地台被強風吹得東倒西歪 工人加緊修復 索性泥沙颱風來得快去得也快 對選手村沒有造成太大的衝擊 前一天台北市長柯文哲還在視察時說要趁颱風檢測市大運場館 這次通過檢測但現在放心還太早 另一個颱風海棠最快下午6點就要從南台灣北上 這是我們授權給我們各場館負責人去做這樣一個通報 現在透過網路的通報系統之後 在重要的群組裡面還會再知會所有的同能 趁著颱風之間的空檔 北市府各局處趕工清掃延正以待 不讓市大運的準備作業被兩個颱風打亂